前方就是合肥再见的第一高楼 但是看到工地里面静悄悄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乔 我现在在安徽合肥 星期视频 大家就去了解一下 合肥再见的第一高楼 有多高呢 就没有建成了 现状如何 如果你好奇也想了解的话 欢迎点上屏幕上的一圈三连 现在大家就去了解一下 先说一下我手上的位置 前方这一条路叫做卢州大道 在前方这里就是万达在合肥的产业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附近很多高楼大厦 这一片算是合肥正在努力打造的一座新城吧 就是这么一座充满活力的新城 就诞生了我今期视频要介绍的 合肥再见的第一高楼 就是前方这一栋了 这个羡慕据说是有七栋楼的 我们看到的也只是其中的一栋 七栋楼的下面就是群楼了 也就是一间会打造成为一个很大型的山场 但是让我感到很奇怪 我感觉这个工地异常的安静 而且看到前方的楼 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工人在施工 在作业 觉得很奇怪 前方就是他们的口号 重塑城市天际县 那这个天际县有多高呢 据了解的话 这个县木是属于宝能城的 是在2014年就入住合肥了 在入住的时候也是怀着满满的雄心壮志 先打造一座合肥的第一高楼 因此就开展了一个名为七星兰月的县木 就是前方这个工地了 何为七星兰月 就是要在前方这个工地建造七栋楼 一栋楼要比一栋楼高 就像楼梯那样 最高那一栋楼高度达到了588米 建成之后建成为合肥的第一高楼 还有整个县木据说耗资了280个亿 有种细债必得的感觉 前方就是这个工地的大门口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门紧闭 这里面没有听到任何的机器声 也没有任何的泥头车出入 更听不到任何的人声 这种种的线线 我都有点怀疑这个县木是不是烂尾了 可以看到前方还有他们的公告栏 我们看一下左边就是建成细图 但是有点模糊了 这边还看到他们的开工时间是2018年7月15日 竣工时间是2020年11月30日 那这么一看这个县木就预期近三年了 看到里面这个样子 何肥第一高楼何时才能建成 也是一个未急速啊 这几年来 何肥这个城市的超高层大楼梦 正是走得不顺利啊 在之前的话 恒大就选在何肥 打造一座高度为518米的恒大中心 作为何肥的第一高楼 但是我们看过新闻都知道 恒大的现状怎样了 所以那栋楼的话盖了一半就烂尾了 现在这个宝能的588米的大楼 看这样子 应该差不多也是烂尾了 看着的话有点可思吧 如果这栋楼盖成的话 绝对是对何肥整个城市的形象了 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好了 这个就是何肥再见的第一高楼了 可以看到 整个县木啊 都处于一个停工 甚至是浪尾的状态吧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